同學們好,來看一下聯合大學的研究所考題 要求拉式反轉換的問題 這個拉式反轉換的問題我們這樣想 我可以用部分分式法處理問題 原來的方程是 可以改寫一下它的積分 因為拉式反轉換也是一個積分過程 我可以改寫它要積分的內容 還有基本的內容變成s分之多少 還有s加2,先加1 還有s加1的導數 還有一個s加2的導數 分子的次方要比分母少一次 所以這邊要放a,這邊放b,常數abc 我要去算三個常數是多少的話 我可以先把它合併一下 對a來說,合併之後 他要乘上s加1還有s加2 對b來說的話,合併之後要乘上s還有s加2 對c來說的話,合併之後要乘上s還有s加1 合併之後的分母 合併的目的在求abc 他們彼此的關係 這個動作稱作比較係數 我是比較分子的係數 等下這個分子的係數一化減展開之後 它會有s平方的係數 它有一次方的也有常數項的係數 我們來研究一下abc各提供什麼樣的係數 在這一個分類中 對a來說,它有平方向的係數a 一次方向的係數3a 常數項的係數2 然後對b來說,它有平方向的係數b 它有一次方向的係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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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a 抱歉,這是2a 我再確認一下 剛剛這個2a 沒錯 我剛剛這個地方應該是2a 現在再完成下b相次的討論 b會提供平方向b也會提供一次方向 c也會提供平方向 c也會提供一次方向 一次方的係數 這些組合要對應到原來的s平方加2 s平方加2的s平方係數是1 它沒有一次方向的係數 然後它有常數向 各位學,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那a應該是1 a是1的話 上面就可以寫成b加c等於0 然後 以下這個的話就是2b加c等於-3 把a當作1移到右邊去的意思 然後 然後 上減 我這邊號1 我這邊號1 這邊2 可以算出來的 好 多若學我們把b拿來減掉2 b減掉2b 0減掉-3 好 所以b的話是-3 好 所以b的話是-3 好 b剩-3的話 7應該是-3 好 我們再隨便帶一個看看 好 我們再隨便帶一個看看 還可以再繼續劃解一下 好 a是1 好 a是1 好 那就1s分之1做拉式反轉換 好 第二下呢 b是-3 -3提到反轉換的外面來 裡面留下s加1的導數 好 最後一個c c的話是3 3也提到這個反轉換是一個積分過程 3也可以提到積分是外面來 好 3乘上一個反轉換的過程 反轉換的內容是s加2的導數 好 根本學我們已經變成 最簡單的一些 所謂拉式轉換的關係 像我看到s分之1的時候 我就想到1 1跟它有對應關係 我看到s加1的導數做拉式反轉換的話 我就想到 它跟這個expansion的-t次方有關 另外一個的話 我就想到 它跟expansion的-2t次方有關 好 把這些的對應關係寫在底下就完成了 1 減掉3倍的expansion的-t次方 再加上3倍的expansion的-2t次方 好 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好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